明朝万历四十岁,即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后金政权,随即适时攻打明朝,万历君臣仓皇应对。 明君由于指挥不大,退和失利,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五天之内数万明君在萨尔湖几乎全军复活,兵败萨尔湖正为明朝的国殇。 桑中已经敲响,明朝从此再没能阻挡努尔哈赤的铁蹄。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万历新王录第二十集,明朝的国殇。 明朝万历中起,聚居于辽宁地区的女真部族在白神黑水间崛起。 建州女真部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在明朝和女真的一次战争中亦败允命,杀父之仇促使努尔哈赤决心反民。 他以十三遗甲起兵,带领兄弟们在女真部族中敖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并征服了海基女真,实力逐步可大。 而此时的明朝百姓,正遭受万历皇帝派出的旷奸碎史荼毒残害。 那么面对关外女真势力的壮大,万历君臣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万历新王录第二十集,明朝的国殇。 那么卢尔哈赤这么一些状态,明朝知不知道? 完全知道。 了如指掌,洞罗关火。 但是洞罗关火怎么办? 没有任何办法。 官僚集团既无法阻止矿建碎史在辽东的收税和导弹,只能眼睁着地看到明星的上市。 同时,他们也无法对卢尔哈赤的女真进行有力的打击。 所以只能眼睁着地看到,卢尔哈赤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 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明朝的礼部在万历三十四年,把洛尔哈赤的发展状况向万历皇帝提供了一道报告,一个咒术。 在这个咒术里头,全面地阐述了,或者说分析了洛尔哈赤现在的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明朝的官员,对洛尔哈赤这股势力的兴起,他表现出来的担忧和恐惧。 我再举几个片段,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个片段,国家本贱女真自北渔,而今与北渔交通,本涉海西抗贱州,而今已被贱州吞并。 什么意思? 明朝在东北的政策,本来是设置海西女真来对抗建筑女真,然后通过整个女真来对抗蒙古。 但是现在,海西女真已经被建筑女真兼兵,而且蒙古已经和女真达成了协议。 第二个片段,洛尔哈赤与帝苏尔哈赤皆多治西兵,信赏必伐,枉之尊大,齐之不祥。 这是谈到洛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这两兄弟都是资兵难战,而且信赏必伐,这是作为一个军事将领必备的数字,说明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炒扣了, 而是能够懂得兵法和明朝对抗的一支强大的部队,特别是后面八个字,枉之尊大,齐之不小,他的志向是什么? 女真如果一旦有志向,中原的政权就感到与一种恐惧,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征服过辽,曾经灭过北宋, 那么洛尔哈赤,他的这个志向在哪里?小则把辽东全部吞并,大则进入中原。 所以礼部在这个报告里的谈到洛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这种动态。 第三个片段,辽人场年,女真兵落满万,这不可敌,今如求金兵业以三万云。 什么意思?这个更不得了。 这一句话是在元朝修的金史里面说的,说当年王亚古打起兵的时候,当女真兵到了一万的时候,辽军就不可抵挡他,没办法抵抗他。 但是现在洛尔哈赤已经有金兵三万,怎么来对抗?这是第三个片段,分析敌方的情况,然后看我方第四个片段。 按龙庆间辽政突击,马步官军实在八万,京城勘战清兵,不满八千人。 这个说龙庆时候辽东的军队实在有八万,意思就是说,他经过御史和兵部检验过的,他有八万军队,而不是虚报数字。 这八万军队后来到哪里去了? 我分析这八万部队,大概能够维持到万历二十年前后。 但是从万历二十年以后,这八万辽东精兵,随着李路松,西征西下,东正朝鲜,东西征讨,精兵强教,击不伤亡殆尽。 而且在万历二十六年,李路松在追击蒙古的时候,重拂被杀,而且第二次日本清朝和明朝元朝的时候,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上次所谈到的,第一次元朝战争,中国的军队以辽东军队为主,李路松的部队。 但是第二次元朝,辽东军队已经非常少了,到哪里去了? 清兵强教,精兵强教,伤亡殆尽,但是军队的补充他不足。 所以到万历二十三十年,万历四十年,这一段时间,能够作战的部队八千,大家看看,八千人兑三万人,而这三万人里的比较,即使是一万都很难抵挡,辽东怎么样? 第五句话,师资可谓寒心,说到这个事情,实在是令人寒心,这是李部在万历三十四年给万历皇帝打的报告 那么李部要求,让兵部,来从长计议,如何对洛尔哈斯的崛起,来想出办法 但是并不怎么样,从长计议,等于是计无冲冲,你没办法有什么计谋,没办法有什么办法,来阻挡女争的崛起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明朝计无所出的时候,无可奈何的时候,洛尔哈斯还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 那两件,第一件,枕边军队 洛尔哈斯在军队壮大的过程中,他根据女争人那种义龙,义木,义军,义民,这么一种组织结构,把它组成成军队 开始的时候组成四个崎,每个崎是七千人左右 用颜色来区别,开始是黄崎,红崎,白崎,黑崎,一共四个崎 但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一六,一五年 他随着对海西女争的征服,把四个崎的女争兵扩编成八个崎 把原来的那个黑崎改变成蓝崎,所以就变成黄崎,红崎,白崎,蓝崎 另外增加四个崎,相黄崎,相红崎,相白崎,相蓝崎 一共八个崎,每个崎七千五百左右,那么就是六万军队左右 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第二届,建立国家 若哈斯原来都市认明朝为君主 他自己是称臣的 而且在公元一五九零年和公元一五九二年 也就是万历十八年和万历二十年 他曾经两次到北京进贡 而且接受了明朝的官职 但是在万历四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一六,一六年的时候 他建国立号了 在哥多阿拉,现在的辽宁省的新兵市 成立国家,把哥多阿拉作为首都 建立国号叫金 你明朝人怕什么,他就来什么 他把自己的国号定为金 这个若哈斯就是后来的清太祖 为什么后来又叫清 那是他的儿子黄太极继位以后 把金改为清 所以他的国号就变成清了 这两个事情一办成 在明朝的东北就出现了一个和他对立的政权 这也说明若哈斯开始公开和明朝翻脸 到万历四十六年 四十罚民 在军队里面进行四十大会 来讨伐明朝 第一个打击目标 是和女征居住地最近的明朝的一个政 叫什么地方 叫辅顺 打的就是辅顺 所有明朝的记录里头 说到若哈斯都要用两个字 皎洁 说这个人用兵 兵不厌诈 很能够用兵 很狡猾 打辅顺就可以看出来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 这一天 辅顺的百姓 和辅顺的官员 接到城外 女征人的通报 说明天早上 将有三千女征人 要在这个地方 和你们进行交易 做生意 这是一个背景 因为当时明朝和女征 还是进行 复事的 就是经常做生意的 那么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高蒙蒙亮 果然俯顺城外 是人生顶福 因为大家都有准备 心里有准备 这是做生意的 所以城里面的商人 城里面的居民 都准备好了 自己的货物 准备出城 和女征人进行交易 但是等到城门一打开 等到他们把货物一运出 突然发现 这些做生意的女征人 纷纷拔出武器 跨上战马 就直向辅顺城里面冲 把辅顺的守军 打得措手不及 结果有个千副 想抵抗 被杀 但是另外 他的主将 主将叫尤基 名字叫李永芳 这个人投降了 为什么投降 第一 大势已去 你没办法抵抗 第二 更重要的是 这个李永芳 和洛尔哈茨兄弟 就是好朋友 他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了 在女征人和汉族人杂区的地方 他们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以后 如果大家关注一下吴三桂 吴三桂那个家族 跟女征家族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们也是好朋友 所以有些事情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 它是交扎在一起 俯瞬一失手 明朝的辽东巡抚很紧张 立即派一位总兵 叫张承英 带着一支部队 赶快去征援 但是这征援的淫 人家已经把辅顺拿下来了 一一代劳 结果这个总兵带着一支部队 匆匆忙忙 来到辅顺城下 被洛尔哈茨的部队一阵冲杀 全军覆灭 从总兵以下 全军覆灭 所以我说 洛尔哈茨不反民则已 一反民 就惊天动地了 一出手 就拿下明朝的辅顺 一出手 杀死明朝的总兵 而且迫使另外一个高级将人投降 女真各部的统一和政权的建立 成为明朝一个巨大的威胁 女真人一兵一农的生产方式 使得她们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 一旦出兵 便迅速得手 腐顺的溃败 让万力君臣惊讶不已 辽东李京师近在咫尺 关外的战火 成为明朝眼前一个巨大的烦恼 那么她们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到了这个时候 明朝才真正认识 明朝的文官和武官 才真正认识到 我们已经不是什么天朝了 对于女真来说 因此他们希望在短期内 解决这个后顾之忧 立即解决这个后患 所以经过停推 推举了一位著名的官员 来 经略对辽东的战争 这个人物我们过去提到过 但是一晃而过 叫什么名字 叫杨稿 我们什么时候提到过她了 在 明朝进行第二次元朝战争的时候 君士统帅 就是她 但是她是个文官 那么大家一考虑 停一考虑 能够在关东打仗里 现在还只剩下这个杨稿了 杨稿现在到哪里去了 退休了 在家乡 因此赶快把她召回来 召回来给她一个非常高的头衔 叫兵部上述 让她到辽东主持战事 这个时候明朝进行战争总动员 兵部动员起来了 在全国各地调动军队 包括 宣府的 激政的 陕西的 宁夏的 四川的 浙江的 福建的军队 都往北边调 但是 这些军队调到东北 有很大的问题 都不赖寒 对东北的生活环境 它不熟悉 第二个动员点 是腹部在动员 腹部怎么动员 要准备粮草 所谓的兵马未备 粮草先行 有多少军队 就在调中多少粮食 结果腹部拿不出钱 拿不出钱怎么办 冒天下是大不为 向全国的土地 兼增加赴税 每一谋 增加三厘九厚 虽然不多 但是总数 全年全国的土地 二百万两银子 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万历四十七年 增加到八百万 我这里放下一个事情 在这里 这是后来造成 明朝内部发生 剧烈社会矛盾的 一个非常大的经验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 是万历四十六年的事 最佳到八百万疗响 农民的田税里头 从此有了疗响 那么这个疗响 加到八百万的时候 万历四十七年 十年之后 陕西农民起义了 那就是后来出现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 明朝后来就在 这两股势力的 这种夹急之下 最后走向苗 到了万历四十六年的冬天 各路人马 大概到了十来万人 援军到了十来万 到了十来万就要打仗了 既然十万军队到了辽东 明朝的兵部 就开始督促前县的将领 要打仗了 不断地用红旗来吹动 追问 什么时候可以出兵 什么时候战争可以结束 实际上杨稿也想快 但是他不能快 为什么 冬天的天气 寒冬纳月的天气 南方军队是不辞于作战的 所以他一直等 等到第二年开春 万历四十七年开春 他开始禁兵了 万历四十七年 二月十日 全军逝世 然后在二十一日 全军出动 然后在三月二日 全军到达某一个地点 这个地点叫二道关 然后再对女政作战 所以他当时是兵分四路 这四路我跟他就介绍一下 将领都是赫赫有名的 第一路 他的统帅将领叫做马林 这个马林带着两万包多部队 出开远 由北向南进行推进 这是明朝的北路军 第二路 有一个叫做杜松的将领率 也是总兵 他出辅顺 因为鲁尔哈斯占领了辅顺以后 把辅顺城摧匪 把辅顺的军民迁到 宇正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辅顺变成空城 那么第二路 杜松 他是出辅顺 出辅顺 由西向东进行推进 第三路军 这个将领我们说过 叫做李卢白 李卢松的弟弟 这个李卢白 曾经随着他的兄长 东征西塔 也是著名的将领 他带着一支部队 出清河 也是游西向东 这是第三路部队 第四路 第四路这个将领 我们没说过 叫刘庭 这个刘庭 实际上 是所有的这四路将领里头 应该说是 名气最大的 这一位刘庭 也有个外号 叫做刘大刀 据说他死动的那个 他死动的那柄大刀 多少重 名史的记载 120件 关云长的大刀是多少件 80多件 青龙艳月刀 还是小说家说出来的 而这个刘庭 史书上记载 120件 诸位看看 拎着120件的大刀 骑在战马上 要往来驰骋 他的神力要有多大 那匹马 要那个承担多大的力量 他带的部队 出宽垫 由来向北推进 所以四路军队 约定在二道关会合 要求都在三月二日 在二道关会师 然后一起攻打 赫托拉 明朝的军队一部署 军机已经泄露出去了 我们过去说 在万里十一年 明朝军队打古拉战的时候 由建州女政人带路 还有建州女政人 做分化瓦解的工作 但是这一次非常悲惨 我没有看到 这四路大军里头 有女真族的向导 恰的相反 明军的消息 这很快的传到洛尔哈茨去了 洛尔哈茨根据明朝的四路分军 他定下一个原则 论你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 你不管多少路过来 我的主力军只在一起 只攻打一路 所以在这样一种 双方的战略决策之下 这个战争的过程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就比较简单了 到了万里四十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农历 我说的都是农历 二月二十九日 杜松首先发动禁兵了 他连夜度过抚圣关 在三月初一日 就到了贵司的地点 不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沙尔府 我们下面将要讲的这场战争 就叫沙尔府战争 他比预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天 而万里四十七年的二月 也只有二十九天 所以他连夜过关以后 三月一日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沙尔府很有意思 他的北边是浑河 辽宁省的一条很大的河 叫浑河 他的东边叫苏子河 他的对岸有一座山 叫戒凡山 那么他的上游不远 就是我们不断说到的 明朝军队曾经占领过的那个地方 叫做古勒战 如果苏子河而上 一百里左右 就是鲁尔哈茨的老朝 赫图尔拉了 所以杜宗带着两万多部队 来到沙尔府 看看滔滔江水 混合的水 苏子河的水 我想他一定非常得意 在所有的军队里头 他是第一个到达 以后战战打胜了 论功行赏 他就偷功一剑 但是他没有想到 没想到什么了 他的部队的行动 苏尔哈茨了如指掌 而且把他的这一路军队 作为我自一路去 首要打击对象 所以当杜宗的部队 到达沙尔府的时候 苏尔哈茨的部队 也运动到了这附近 杜宗到了沙尔府 一看发现对面 杰帆山 有很多女郑人正在坐城 所以杜宗一看 不让他们把这个城坐下来 他一共两万多部队 带着一万多军队 立即渡过苏子河 向杰帆山发动进攻 在杰帆山里是一万五千多 女郑的丁壮 他们正在建城 一发现明朝进攻 立即利用当地的地形 进行毒打 这个时候有几百八旗军的骑兵 正在周边进行游荡 发现杜宗的军队攻山 就在折后进行袭击 进行骚扰 所以杜宗又不能集中 全部力量来攻山 所以战争就僵持在这里 他留下的一万多部队 继续在沙尔府 那个将领也没有闲着 也是九军战场的 他劣迹抢占沙尔府山 在沙尔府山做起攻势 如果杜宗的部队需要阵援 他可以渡过苏子河 如果杜宗的军队能够攻打下介帆山 那么明军就既拿下了沙尔府山 又拿下了介帆山 两军可以相互服印 但是在这一天中午 洛尔哈斯的八个旗的阻力 已经到达了这一地点 他用两个旗 配合了两百多个旗兵 对杜宗的部队进行骚扰 没有进行打击 而另外六个旗的阻力 集中力量 对沙尔府山的一万多民军 发动猛烈攻击 这个战争从中午打到下午 民军抵挡不住了 全军溃败 这里一溃败 洛尔哈斯立即调集这里的一部分部队 渡过苏子河 和已经在苏子河东岸的 两个旗的部队 向杜宗的军队发动进行 大家注意 在介帆山的山上 还有一万五千女征的钉状 我刚才又说过 女征人的她的习惯 是一军一农 拿起厨楼可以种田 拿起武器 她可以打仗的 所以山上就冲下来 则后里进行合围 杜宗再英勇 也抵不过几万女征部队 所以杜宗以下全军覆别 杜宗这个部队被消灭 是在三月初一日 他早到了一天 就把自己两万多部队 早一天送进了鬼门关 同时也把准时将要准时到达的北陆军 送到了鲁尔哈斯的福克 北陆军在三月一日的时候 已经来到离这个地方不远的地方 叫做上间崖的地方 但是过不来 因为三四比较抖效 过不来 要到第二天才能到达 人家那一度的军倒是准时到达的 但是由于杜宗提前一天到达 给鲁尔哈斯一战绩 在消灭了杜宗的部队以后 宜军北上 威奸马林的部队 所以到了三月初二日 明朝军队准备会司的那一天 马林的军队全军溃败 马林逃跑了 两路部队就这样不明不白 打垮过去被消灭 这个杨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大肆意见 立即派人传达命令 要求刘艇的部队 要求李鲁百的部队 暂停前进 最好撤回 但是来不及了 刘艇的部队 这个时候已经深入到 宇甄地区 深入三四百里 已经来到离赫图沃拉不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阿布里达港 被宇甄部队阻击在这里 时间是万里四十七年 三月初四 被阻击在这个地方 那么宇甄部队从哪里来的 从北边调过来的 在消灭了杜松和马林的部队以后 这一路重新来到南边 堵住了刘田部队 这个刘大刀不愧是刘大刀 尽管突然遇到女政人的赌击和袭击 但是他仍然方唇不乱 带着部队稳扎稳打 黄太基的部队对他的部队发送了多次进攻 但是没有得手 正在这个时候 刘廷的部队突然发现 北边来了一支明军 打着杜松的旗号 穿着明军的服装 结果欢呼缺愿 正在打着难分难解的时候 援兵来了 但是一走近 发现是女政人假扮的 这支部队是谁的 大贝勒戴善的部队 戴善的部队看黄太基九功不下 把自己的部队打扮成明朝的军队 等到明朝军队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的刘廷 大刀再重 马匹再快 自己再英勇 在八旗军的万马奔腾的这种 潮水般的进攻之中 无能为力 这一路军队全部消灭 剩下第四支 李六百的 这个时候的李六百不负当年之勇 他一接到命令以后 立即逃跑 这个二十多个女政人在后面鼓掌 敲锣打鼓 呼号 这个鼓声打起来 号声吹起来 李六百的军队一位千军万马过来 这个志向残杀 死了一千多人 但是损失还是最小的 这样一次 明朝准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最后五天之内全部结束 洛哈斯也表演了一次 在中国战争史上 一次教科书式的战争 说到这一次战争 我们所有的人都批评杨稿的用兵不对 但是我在讲座讲座的时候 突然发现 杨稿的四路分军实际上另有深意 怎么另有深意 我们如果展示地图一展示 大家就可以发现 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到二道关溃斯 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离二道关最近 离沙尔虎最近 但是第三路军 李六百的军队尤西向东挺进 它的东边的对象是哪里 地图上可以直指科都尔拉 流亭的部队由南向北推进 它推进的目标方向在哪里 同样是科都尔拉 所以访南大乌 杨稿的四路进军 实际上最后是两路 一路在二道关规合 另外两路 直接向科都尔拉并起 如果所有的部队都按照3月2号到达指定的地点 如果马林杜松 从3月2日到达二道关 洛哈斯里将近六万人 要吃掉这五万人 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如果在3月2日 李六百的部队和流亭的部队 能够准时到达何都尔拉 何都尔拉当时 基本上是一座空城 所以如果杨稿的这个计划 用我的想法来解读的这个计划得逞 这个战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话说回来 任何一场战争 特别是冷兵器时期 军队的素质 军队的士气 它特别的重要 这场战争对于明朝来说 是要消灭一个 对于他可能产生巨大威胁的这样一个力量 但是对于明朝的将领 特别是对于明朝的士兵来说 离他的家乡 非常遥远 离他的利害关系 也非常遥远 他们一边在辽东作战 他们身上穿的是什么 很多军队穿着单衣 他们的鞋子穿的是什么 很多军队 很多士兵 甚至鞋子脱落都没有鞋子 他们的武器 很多都是成就的武器 所以我说 他们的铠甲之下 他的单衣挡不住北方的韩风 也许他们在前方作战的时候 他们后方的父老 还被当地的官员在逼桌交疗响 所以士气是不正 我们反观女征 他们保卫新生政权 这场战争对于整个女征族来说 处于生死存亡 所以他的士气高涨 另外 单兵作战的人力 民军实在不能跟女征人对比 所以我经常谈到我的一个想法 一个什么想法 在冷兵器时代 士气的差别 和军队战斗素质的这种差别 这很大程度上 可以把一个正确的决策推向深渊 同样也可以弥补不正确的决策 乃至决策上的实误 而他反而打胜仗 所以这个沙尔府的这一场战争 当然我们不能说 杨稿的这个军事策略 他的军事谋略就一定是我这种想法 但是我在地图上看到他是这种想法 而鲁尔哈斯里 任而多路来 我之一路去 这是因为他打胜了 我们赞赏他这种战争策略 所以军队打仗 政治家的谋略 实际上都是 赢家说话的 最后的胜利者是谁 我们就向胜利者这边 寻找他的经验 失败者是谁 我们来寻找他的教训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一场战争 明朝举通国之力 举行的这一场战争 惨败 这场战争 我们可以说是明朝的一支国殇 从此以后 明朝的上宗已经敲响 而在这个时候 万里皇帝 他也走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 那么在他最后的时刻 万里皇帝最后的岁月里头 他还将一些什么活动 还将一些什么作为 还将遇到一些什么烦恼 我们下一次再说 谢谢 万里皇帝一生 对郑贵妃钟情转一 但他对郑贵妃的爱 却成为折腾国家的元凶 由于争夺皇储势力 万里皇帝不得不用 大量的财富来弥补 由于郑氏家族贼心不死 导致皇宫中发生了 离奇的铁击案 四十年间 万里皇帝因为郑贵妃 得罪了天下人 最终他平静地去世 却留给了子孙巨大的灾难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为您讲述 万里新王路第21集 最后的解脱